老婆,今天可以查成绩了,你快点查一查,我真的好期待,期待你能顺利上岸,期待我能顺利去到你。 嗯,查过了,刚准备跟你说来着,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,怕你一时接受不了。 老婆,你没考上吗? 哎,没关系,大不了明天重新考,你只管好好学习就行,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,我白天送外卖,晚上直播,实在不行我半夜跑代价,总之我全力支持你。 老婆,你是最优秀的,你不要伤心,你不是说你现在用的手机很卡吗? 我这个月马上发工资了,我打算给你换一台最新的波罗14 Pro Max 512G仓领率,我都看好了,有12期免息,这样我一点压力也没有,你就放心用就好了。 你不用安慰我,我已经考上了,真的很谢谢你,能这么全力支持我。 那真是太好了,老婆你真棒,我现在真的太高兴了,我高兴的不仅是你能成功上岸,更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娶到你了,我已经等不及了,我们今天就去领证吧。 我为咱们这次结婚做足了准备,我把今年和明年结婚的日子都看好了,今天我们去领证,下个月我们就举办婚礼。 你看怎么样,我去订最好的酒店,把你的所有亲戚朋友都请过来,保证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,你说是半中式还是西式婚礼呢? 我在电视上看他们在草坪上办婚礼,也挺浪漫的,我猜你会喜欢的。 对不起,恐怕我不能嫁给你了。 老婆怎么了,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啊,只要你成功上岸,就嫁给我,你忘记了吗? 我仔细考虑了,我们还是分手吧,请原谅我的自私,我现在前途一片光明,以后的社交圈也会提高很多, 而你去大学都没上过,以后能有什么出息。 我真的很谢谢你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依然不离不弃地陪伴我三年,你对我真的很好, 但是我跟你在一起,只是喜欢你对我的好而已,我们注定没结果,我不想再伤害你了。 对不起,是我让你丢人了,我会继续努力的,我一定会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,我现在已经是金牌骑手了, 老婆,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,真的很对不起,怪我自己没本事。 你没有对不起我,是我对不起你,谢谢你陪伴我这么久,但是我希望你面对现实吧, 我们真的不合适,希望你不要再纠缠我了,就这样吧,未来照顾好自己,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